角色 下星 幾百 dragons 朱醫師平常追 güc當中覺得最美的女性是誰啊 這個這個這個可以問嗎 不會被那個喔 我覺得嵩性會實在還不錯 它不會像一般韓國的女明星一樣就會枕太多 五官都非常的自然有自己的特色 這個是我常常跟患者講的 整形的話其實還是要有自己的特色存在 是最好看的 上網現在其實假的資訊也非常的多 我覺得做功課就沒太大的意思 很多分享文其實都是 廠商或是診所出錢做 沒有到這麼準確 直接就是用手機修圖 我就覺得可以不用相信了 有些診所會用相機拍 before 然後 after 的話 全部都是用手機修圖 那一種診所你只要看到幾張圖 就差不多就可以不用相信了 而且很多診所現在都會 五大保證 十大安心 這個其實都是講太多了 因為台灣其實規範算非常的多 常常都覺得頭皮發麻不舒服 這樣子的規範 其實已經算是基本配備了 有些病人會問一些 就是說別的醫生的講法 其實有時候一聽就會知道說 那根本就是那個醫生 他在做一個操作跟試入 我就覺得都不是很喜歡這樣子 我比較喜歡的話 還是就是一板一眼的名詞 然後來做討論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真實 新的儀器醫師都會自己先體驗嗎 當然會啊 那當然陰道雷射我不可能試啦 回春啊抗老有關的 其實我都會自己先體驗過 這樣才可以跟病人講說 這東西到底痛不痛 效果好不好 恢復期會不會久 有沒有副作用 不過我要補充一點 蠻多醫生喔 自己的生劑 或是他們自己的設備 自己都不敢試 這個要當心喔 建議什麼樣的人 打電波拉皮或雙波拉皮呢 每個人都要打電波拉皮 加陰波拉皮 一般人會問說 我是打這個有效 打那個有效 我們自己的患者 幾乎是兩種都打 那一般人會講說 那這樣的話 你不需要什麼判斷 或什麼之類的嗎 需要的喔 如果說假設我們今天 在做塑臉方面的治療的話呢 必須要做一些精準的判斷 但是如果說抗老的話呢 我就會建議打電波拉皮 加上一部分的陰波拉皮 讓你臉的年齡保鮮保持 甚至逆轉 這個是每個人都需要的需求 所以我認為是 每個人都要打 有些類型的雷射的話 會越打越薄 尤其是那種 去角質為主的這個雷射 那這個的話需要 就是一定的時間做施打 才可以 那另外一部分的這個雷射的話呢 它所謂是養膚型的雷射 它的設定呢 就在於就是它能量不用到太高 但是對於臉部的色澤跟質感呢 其實會有相對應的提升 我們一般就會建議 並能打電漿養膚 ET精靈光 電漿的部分是利用高壓線圈 將氮氣注入了之後呢 就會在皮膚的表面 形成一個保護膜 瞬時呢 可以讓皮膚看起來 就是附身成保鮮膜的感覺 質感就會變得非常棒 ET的話呢 它是一種二極體雷射 有鎮靜皮膚的效果 而且可以讓皮膚變得比較白嫩水的感覺 它也沒有什麼副作用 治療的時候也不會痛 精靈光的話呢 它是長脈衝的乳雅各雷射 那這種雷射形態呢 在台灣其實非常少見 因為它的機體比較貴 它可以讓皮膚就是有再生 看老化 而且還有立即拉提的效果 我們優美的養膚計畫即將開始 請大家拭目以待